有一個故事是很特別的 當時有一位姓顧的顧女士 她一開始沒有說正式的學佛 她只知道有一尊阿彌陀佛 也不知道佛法是什麼 那在那段期間 她的丈夫得了舌頭的癌症 得到舌頭的癌症 要動手術 顧女士擔心說 這樣子的手術 所以就向這個阿彌陀佛請求說 如果這個先生手術能夠過關的話 那我就來念佛 他跟佛這麼祈願的 我的先生說 好 我就來念佛 一般人都這麼講的 這位先生也不是說太過嚴重 要切掉部分的就好 只是說畢竟是手術 他還希望說一切能夠順利 那其實我們也不用像剛才說的 你要了結果了以後才來念佛 我們應該做的是 你要先念佛先才會有好的結果 你不是先要求結果才來念佛 好像你講的 你先種樹啊 你才能夠得到這個結果 得到水果嘛 你不是說 哎呀 我希望先得到水果 以後才來種樹 你這怎麼可能呢 這個就到轉了 你沒有種樹又怎麼可能得到結果呢 但是阿彌陀佛始終是慈悲的 眾生有緣 他算糊里糊塗的 有緣 那佛就到了 結果呢 先生這個手術呢 還是很順利 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奇蹟 為什麼 醫生就跟他們說一般來講啊 動這個嘴巴的切個手術啊 通常呢 嘴巴喉咙都會大出血的 都會流很多血的 但是他先生呢 很特別 就完全沒有流血 沒有出血 所以醫生呢 就說做了這麼多次的手術啊 那這一次呢 還真的是最特別的一次 他先生這個傷口啊 也恢復得非常的快 恢復得很快 那在醫院的一天早上 剛好啊 他先生隔壁的病床呢 就放 放出一包東西 一盒東西放在哪裡 然後好幾天了 都沒有人呢 來領取 就一包東西呢 放在那個病床上 所以醫生就說啦 哎呀 既然呢 都沒有人來領取的話呢 就把這一包東西啊 交給這位顧女士呢 就好了 結果一打開 就發現了 是這個淨土宗的法寶書籍 剛好就在這個盒子裡面 而且呢 那裡呢 剛好呢 有一個阿彌陀佛的圖像 各位我們看就這麼巧的喔 你看顧女士呢 不是發現說 先生的手術能夠好的話呢 她就開始念佛 這個手術成功了以後啊 就無端端的 就得到這個阿彌陀佛的法寶 也不知道呢 是誰留下來的 就是放在隔壁的病床上 所以呢 從此以後啊 顧居士呢 就把阿彌陀佛的佛像就供奉呢 在家裡 每天呢 就開始念佛 再過了幾年以後啊 那顧居士的這位先生的嘴巴呢 再次啊 長出了一個腫瘤 到了治療了以後啊 醫生說 如果說啊 這個治療了以後 麻醉啊 退了以後呢 他的先生呢 肯定會感到很痛苦的 麻醉一退呢 肯定會很痛的 那顧居士呢 也是很擔心 不知道說先生呢 能不能受得了 結果沒有想到啊 她在擔心的時候啊 她就說 她就看到了阿彌陀佛啊 站在呢 她先生的病床呢 前面 她說當時啊 阿彌陀佛的手上啊 拿著一張紙章 上面寫著啊 有求必應 給她看 就是這樣子呢 給她看 她當時呢 也不知道呢 是什麼意思 那學佛也很潔嘛 不知道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趕快呢 回家念佛 有求必應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佛說 你有念佛呢 就好了 結果回家 等到念佛到了晚上啊 那時候回到醫院呢 已經是晚上了 結果呢 看到她的先生呢 在病房裡面呢 跟其他的人呢 有說呢 有笑 那顧居士就問啦 哎呀 你這個不痛嗎 醫生說你麻醉退了以後 應該是會痛到很慘的 那她先生呢 就說呢 哎 還真的是不痛 也不知道呢 是怎麼回事 顧居士就跟她講 那肯定是阿彌陀佛的家事啦 因為我剛才看到阿彌陀佛呢 站在你的旁邊 給我看一張紙章說 有求必應 哎呀 我有念佛啊 那阿彌陀佛肯定就硬了 帥先生以後啊 覺得說呢 哎呀 真的很不可思議 要不然也沒有辦法解釋 兩次生病啊 還能這麼的特別 還能呢 我們講的無病無苦的 這樣子度過 所以各位啊 這就是佛的智慧 阿彌陀佛的智慧啊 是一切事情呢 都動達的 我們的因緣怎麼樣啊 我們的心願啊 佛都知道的一清二楚的 甚至像這個故事裡 這個阿彌陀佛事件呢 你看 有求必應 我們看當時呢 這個顧居士啊 他身為太太嘛 則是在那裡心裡擔心 他還沒有知道要求 也沒有正式要求 結果看到阿彌陀佛呢 拿著這個有求必應的字呢 就出現了 就是讓他不要擔心 有念佛 佛一切都知道 佛都會給我們安排的 所以雖然說呢 我們過去造了很多不好的業 會有不好的果報 但是如果說遇到阿彌陀佛啊 佛是能夠給我們轉換的 就好像現在啊 我們不小心像個圖案一樣 你要跌倒了 你要掉下去了 但突然有一個人伸手 把我們頂住 把我們救上來一樣 所以呢 不是說啊 這個命運永遠不能改的 有人說呢 哎呀 這個因果啊 過去種什麼因 肯定會得到什麼果 所以自作自受 你這個道理啊 是沒有錯 英國呢 是不會騙人的 過去我們造業肯定會受這個果報 但是呢 這個因果呢 還是可以改變的 其實你想想看 如果你講英國不能改變的話呢 就是說不能改變命運 如果說你不能改變命運的話 你為什麼還要來念佛呢 你不能改啊 那你就不用念佛了嘛 你改墮地獄還是要墮地獄 這就不能改了 所以講呢 念佛 英國不能改也是不對的 英國是可以改的 要改變這個因果啊 就需要靠這個佛的緣分 就像剛才所講的 靠阿彌陀佛的緣分啊 把我們拉一把拉上來 讓我們不會呢 給掉下去 所以呢 這就講到啊 這是佛的智慧 佛的智慧啊 什麼都通達 我們想什麼 講什麼佛都知道的 一清二楚的 所以呢 有事無事啊 跟佛呢 溝溝通 講講話呢 是挺好的 我們詩人的東西啊 有時候呢 不好意思跟人說 那你就跟佛說 跟佛說呢 是不要緊的 佛呢 他不像凡夫嘛 佛呢 他是沒有煩惱的 南無阿滅 tutti 南無阿滅 tutti 南無阿滅都 南無阿滅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持久深远的宗派至今已如海纳百川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